相较于惊涛骇浪的朝堂和暗流汹涌的杨宁侯府,魏国公府姨园显得平静了许多。 尽管后院有两位姨娘,尚有皇亲国戚文武大臣送来好些美姬,但是魏国公罗明远并不常常在家,在京驻地只有几十名亲兵和两名侍女照料齐居。 就为着这两个女人,她还招来了浴室一轮又一轮的弹劾,自然家里其他女人就没有可能再过去服事了。 这一晚虚实虚,罗絮冒着漫天大雪回家,一进一园便直奔母亲的湘明居,解下了已经落满雪花的黑雕大肠递给一旁的丫头,她挑帘进了暖阁,见没有外人也就省去了毕恭毕敬行礼的那一套。 叫了一声娘,就笑嘻嘻地蹲下身来,把脑袋贴近林夫人的小腹,听了好一阵子便无可奈何地撇了撇嘴,这小子跟我犯令,我一回来他就不动了。 又是满口胡言乱语,林夫人没好气地在罗絮脑袋上敲了一劲。 谁和你说一定是个弟弟了?上回那位常给后宫娘娘安胎的御医,不是说是个男胎吗? 若是个妹妹,必然是乖巧的,难有她这样,成日里就和我作对,连给我听个动静都那么难。 此时此刻,见惯了儿子做派的林夫人也终于被逗乐了,扑吱笑了一声。 无论是男是女,都想你太多,都说长兄如父,日后自然要依靠你。 算一算,如今才四五个月,差不多明年五月才能落地,这中间也不知道要遭遇多少事情。 娘,担心许多干什么,既是我的弟弟或者妹妹,自然是有福气的。 罗旭不由分说,打断了林夫人。 我刚进门的时候,顺手给那笑丫头一个石盒,劳烦妈妈去拿进来。 这是我今天特地从姜米巷那家店里带回来的蜂蜜酥,还特意要了配方呢,回头若是吃得好了,就让厨房也照着做。 我打听过,蜂蜜和羊乳原本就利于冬日服用,再加上娘身怀六甲,却吃不惯牛乳羊乳的,做点点心,香甜一些,兴许就无碍了。 林夫人知道,罗旭这些天一直是变着法子安排这些。 家里那么多仆妇丫头,你个大男人,不要老盯着这个,就是人家的店里,好端端的配方,凭什么教你啊? 一说这话,罗旭的脸上就有些不自然了。 这孩子呀,终究是大了,生怕我一个不好动了胎气,什么都不拿来和我说。 罗旭却没有回到自己的畅心居,而是静止往外走去。 他的未婚妻可真是一个心思细腻,却要灵巧能干的人。 他入书房,敲着两个三十出头的亲水垂手站在那儿,他便点了点头。 在母亲面前漫不经心,早已不见踪影。 大少爷,小的奉命,带着七个人,日夜不停地看着怀王。 自从穷房哥出事之后,他行踪诡异得很,而且常常有李家的人帮忙掩护。 往往是前脚从一家店铺里进去,随后就从后头出去了,跟起来很麻烦,毕竟人手太少。 说到这儿,他面色不安地抬头偷去了罗旭一眼。 小的只能竭尽全力,记得才几天去过的地方,全都在这厕子里。 罗旭没有说话,只是示意他呈上来。 尽管他那些狐朋狗友是惊师的地头蛇,但要是真出了什么大事,却是抵不上官家的一个指头。 而且,要是照着他之前得到的讯息,只怕圣手留那儿也不太妙。 既然都因为和他扯上了关系,他也得维护他们周全,不然怎么对得起他们呢? 来人哪? 他高声一唤,立刻有书童应声。 杨宁侯夫人新顾,咱们府里之前怎么送的妇仪,那边情形如何呀? 嗯,回禀大少爷,是夫人拆了蓝妈妈去送的妇仪。 这个答案和罗旭预计的差不多,因而他点点头之后就没有再多问。 过了片刻,他又吩咐人拿了纸笔,自己写好一封信,亲自封口盖上印章递给那个书童。 大少爷,这是…… 立刻送去给静园的杨大人。 见那书童吃了一惊。 搭上咱们威国公府一员的灯笼,带上腰牌,若是遇上五成兵马司,就报上抚名,只说是紧急要务。 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,那书童再不敢多言。 等他一走,罗旭却到了书房门口,敲响自己很少动用的云板,不消一会儿,几个黑衣汉子便悄无声息地惠集过来。 那是父亲留给他的斑顶,他一贯是藏着不用的,除却带着经营的那几个护卫之外,这是罗家纵横南疆的真正倚扣。 一群在山地密林中摸趴滚打,历练出来的赤猴。 悄悄地跟上那个信使,若是一路平安,你们立时回来,若是有人拦了,他做了一个干脆利落的手势,见他们默然行礼,他便示意他们立刻出发。 烂面糊涂,外城每个地方我都踩遍了,只有这个不起眼的观音安。 闻丧之日,陈兰一整天历密未尽,即使如此,肚子依旧感觉不到饿,直到半夜饿醒了,方才吃了小半碗面条。 次日小练,他想着是否回阳宁侯府帮衬,却听闻四妹妹陈彦亲自回去帮忙料理,马夫人更是当仁不让地接过了主持家务的差事。 他就只在下午过去了一趟,直到城府之日,他才回府拜计。 不论是徐夫人生前怎样,这死后的哀戎,怕是积得上当年老侯爷陈勇了。 由于是福大公,因而陈兰不得不和杨靖州分房而寝。 然而,让他没想到的是,自己从惯于一个人独寝,到枕边有人陪伴,不过一两日的功夫就习惯了。 而如今,枕边空空,竟睡不着了。 夫人 袁儿一整天都跟着庄妈妈学着丈母,不免劳累,此时睡眼惺忪。 可要去倒茶吗? 不要紧,你睡吧。 陈兰不免尴尬,嫁人之后,本就不喜欢丫头直眼。 见袁儿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,徐雨便倒下睡了,虽不曾打憨,可那均匀的呼吸声却羡杀了人。 幸好,两位穿越过来的人凶连着枕头也给改革了,否则,要是那什么玉石之类的应诊,他恐怕连睡觉都成了难题。 话说回来,龙泉安那边的消息里说,龙泉安主毕了死关,如今已经选出了代理的安主。 那所谓毕关的地方究竟有没有人呢? 所谓楚国公的衣钵究竟指的什么呢? 和如今这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到底有没有关系呢? 外书房中,杨靖州却是还未睡着,他在人前从来只说自己精识不过半吊子,但是有杜威芳那样严厉的启蒙先生,他的底子却是打得极其扎实。 此时此刻,重温老子道德经中某一夜,突然被上头一句话给看住了。 将欲去之,必顾举之,将欲夺之,必顾与之,将欲灭之,必先学之。 琢磨着这简简单单的二十四个字,想起自己前两日见到罗絮的情景,心中一动。 放下书站起身,听到外头传来小丝的声音。 大人,是不是要就寝了? 再等等,你们铺好床,自己睡去就是,不用理会我。 正在这个时候,他就察觉外头有小小的骚动。 怎么回事? 大人,我为过功夫遗员送信来了,只是路上遇着点事情,一匹坐骑折断了腿。 人在哪儿,待起来。 是。 不消一会儿,那信使就进了屋子。 怎么回事? 那信使便是罗絮书房的那个书童,只和之前的周正样貌比起来,眼下一场狼狈。 是我家世子爷,嘱咐小的送信过来,不想撸欲罪汉,小的原以为是巧合,可他们突然发难,多亏有人出售帮忙,小的才能平安到达靖远。 杨靖州并没有动手才开信封,你那两个同伴可否受伤? 都是些皮外伤不打紧。 刚刚进来的时候,外院的一位管事已经叫人上药包扎了,小的急着亲自送信过来,若是大人有回职,也请交给小人带回去。 先带他下去,好好洗个脸,然后上药换身衣服。 等那书童答应一声,随着下去,他方才返回屋里,于书案之上,随手取了财纸刀,打开那封信间。 从头至尾,看了两遍,确信并无遗漏,他方才捏着信坐了下来。 若信使此行有失,则足正前沿。 要说运筹帷幄,果然还是你强啊。 杨靖舟说着,轻轻地叙出一口气。 写了四个字的回纸,又将桌上那两张纸丢进探盘之中,外间传来小丝的幻声。 大人,二门已经关了,可要知会里头的夫人一声吗? 不用惊动里头,他们三个如何? 信叔亲自瞧过,都是外伤,最重的是左胳膊上挨了一刀,再差一点就伤着筋脉了,至如今已经止了血。 杨靖舟没有说话,只是想着罗旭信中所提之事。 十进三经三点,外头寒气更重,可杨靖舟却连大厂都没有披,脚下意识越走越快。 从前羊肉胡同的一顿羊肉,一顿酒,他算是彻底交上了罗旭这个坦荡的朋友。 既然那些解围的乃是罗家人,那些拦截的必然有所图之物,那应该就是这封信了。 既然证明了这一点,那他之前和罗旭商议的事就该差不多了。 徐夫人头七一过,丧事仍然按着礼,继续操办。 杨宁侯陈英却已削驾回朝,而英福大公的陈兰,听着这些杂乱的消息,除了往杨宁侯府立行家族拜计之外,自始至终闭门不出。 除了家务之外并不理外事,再加上江氏苏来并不喜欢交际,于是静元的仆人也都减少了外出。 这一日,待造作厅公布了十一月考成的讲法,派了十二月的事情,陈兰带人回房。 走在路上,苏来醉事话多的云儿只落后半步,嘴里叽叽喳喳喳不曾停过。 小姐,前几日,听说罗世子大晚上派信使见了咱们姥爷,似乎还有人受伤了,这不知道为什么,这件事下头确实会莫如深。 这点小事,已值得你来说嘴吗? 咱们府里的事,你只多拿一只眼睛盯着就是,不要如从前那般包大厅,这事情烂在肚子里,再不要说了。 是,奴婢明白。 哪怕是彼此要求互不隐瞒,互相依赖的夫妻,也不能是没有自己的小秘密的,就犹如他内心深处那来历之谜,也许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对人言,而杨靖州的心里难免也有深藏之处。 说起来,如今头期过了,虽说他居丧不能出门拜客访友,可是过几日应当去瞧瞧,义母疑心郡主了。 想到这些,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自己遗情馆的穿堂门口,然而不等他进去,眼间的云儿就看到另一头一个媳妇急急忙忙跑了过来。 我夫人,大夫人来了,他说自己不适客,直接就从二门进来了,这会儿往老太太的西服区去了。 陈兰哪里会不知道张慧心那风风火火的性子,此时此刻无奈地摇了摇头。 他到了西服区门口,正好听见里面传来熟悉的高声说笑, 那时候啊,正好吓得送来西边法兰西国的贡品,好多亮晶晶的东西,我瞧着觉得又好玩又好看,就抹着皇上赏赐给一两样呢。 你这孩子呀,怎生不为郡主要上一两样呢? 太夫人,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娘,若是她晓得此事,肯定是指着我的鼻子收眼皮子浅,想当初在江南什么没有? 这还是妹妹教的呢,说是在人前别显得自己见惯了好东西,该伸手的时候就伸手,否则我什么都不缺了,到别人嘴里能说什么? 到了门边上的陈兰,听到张慧欣这大嗓门,顿时极其无奈。 姐姐又随随便便嚷嚷这些,也不怕被人听见。 张慧欣歪着脑袋往后一看,随即跳了下来,我这话呀,不往外说,也就是太夫人这儿,我才敢说上几句。 你呀,将是笑着摇了摇头。 仿佛是为了印证陈兰的预感,两个人才一回到遗情馆,张慧欣就一把拉住她去了东屋。 一面走,还冲自己的丫头使了个眼色,见此情景,陈兰立刻吩咐待会儿再送茶。 怎么了?别提了,宫中出事了。 张慧欣一屁股坐了下来,刚才那笑容一下子就无影无踪。 今天分排贡品的时候,不和闹出了内裤的弊案,说是少了好些东西呢。 一时间,御营间的夏公公和从前协理过内裤的昆宁公管事牌子,陈公公,双双因而见罪。 黄贵妃苦劝了皇上,也没用,皇上上怒之下,连私底间的曲公公,也一并怪罪了去。 陈兰文言大吃一惊,我记得,之前,顺天府刑部五成兵马司整治京城治安,似乎就是因为宫里丢了东西。 可不是吗? 所以皇上才会发怒的。 我看着情势不妙,就溜出去,到贤妃娘娘那儿,结果,瞧见他正和宝哥哥促居呢,两个人满头大汗,听说这事儿,他也吃了一惊。 却没有答应去皇帝那儿规劝,只对我说,事情不要看表象,其余的,就尖口不言了。 此时此刻,陈兰只觉得脑袋都大了。 这事情,真是怪到家了,别人不说,夏太监,理应不是那胆大妄为之人,而成太监,既然曾经是皇后昆宁宫的管事牌子,论理也不至如此,那曲勇呢? 据说很早以前,就深得皇帝的信赖,这一下三个人都进去了,皇帝这是想要干什么呢? 妹妹,不如咱们去找娘吧。 张慧欣见陈兰一下子抬起头,她便露出一个笑容,娘这些天吃了睡,睡了吃了,她上次还抱怨说身体脑袋都生锈了呢。 尽管陈兰心中仍有犹疑,可是咽下自己的脑袋也是一团糟。 又前往江湿那儿走了一遭,得了许可方才出门,然而,才到宜兴郡主那别院的二门,她就领剑里头一阵大呼笑叫,郡主,您老快把剑放下吧,太医说只能够小小活动,没听说这孕妇还能练剑的。 由于身形日渐丰满,宜兴郡主那些从前的衣裳都已经穿不下了,如今那一件樱桃色的绣牡丹的大袄做的是异常宽的,正好遮住她隆起的小腹。 哎,你们两个丫头还记得来看我呀。 宜兴郡主见张惠心满脸心虚的拉着陈兰行李,就没好劲的抬起了左手。 不用了,惠心,你足足三天没来了,一看就知道你是有了男人忘了娘,还有阿兰,你也是,虽说家里有丧事,可我是你干娘,又不是外人,更不忌讳这个。 陈兰忙答应了一声,见张惠心已经躲到她背后不禁玩耳。 娘,如今这种时候,你就少用这个吧,真要是磕着碰着那儿,别说他们在干爹面前没法交代,就是皇上也不免责问。 这时张惠心忙闪身出来,没错没错,娘,你可是得听妹妹的呀。 几个人说笑着回到房中,宜兴郡主少不得揪着张惠心问了一番代家的情形, 听女儿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代家那位代人苛刻,代己宽和的姑太太,少不得嘲笑两句。 你们两个今日来得这么急,必然是惠心托上你最手里的阿兰,说吧,究竟什么事,赶紧说来我听听。 看到宜兴郡主果然是意料之中的兴致勃勃,陈兰不禁看了一眼张惠心,她丢了一个无奈的苦笑过去,就把之前的那个消息一一说了。 宜兴郡主神情没有什么变化,靠在抗枕上若有所思地敲着抗桌,莫了干脆连眼睛都闭上了。 娘,都这时候了,您别卖官司了,都急死了。 你急什么呀? 宜兴郡主这才把眼睛微微睁开。 又不是你宝哥哥或者贤妃娘娘出事,就是三个太监。 娘,怎么能这么说呢? 程公公一直在皇后娘娘身边,我每回去她都对我和善得很。 上一回我进宫看贤妃娘娘的时候,绕到昆宁宫后花园,还瞧见她在那边焚香拜祭呢。 这样念旧情的,怎么会是坏人呢? 夏公公就更不用说了,至于娶公公,听说她独来独往,甚至没有几个亲近的手下,这样的人总比那些任人为亲的家伙好。 听张会心一口气说了这么多,陈兰不禁诧异,随即才注意到宜兴郡主的目光,亦是紧紧的盯着张会心。